你没吃过火锅鱼啊 天哪 为什么会有人没吃过火锅鱼啊 感谢SOGO AI录音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SOGO看点这里有你所有想看的点 大家好我是林凡 新一批已经上线了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我的新一批这次主要就是我的 FanCloud的一个概念的延续 因为我FanCloud的一是一个 就比赛刚出来的时候的 对万物的好奇新鲜感 然后这次呢 就是想来一点更不一样的 然后所以就是关于爱情的一些 跟成熟的一些东西 最近就是看了很多那种剧啊 还有一切的东西就觉得 就是我对爱情的一种看法 有三个步骤 对 然后就一层一层一层的渐进 然后就感觉这样子更能 诠释我想表达的那个love观点 我觉得我的观念里面最重要的是 就像我这次的概念一样 就是比较梦幻 然后要相互理解 然后相互依赖 是一种互相欣赏的感觉 我觉得爱一个人 或者是爱这个东西 是要相互欣赏的 现在就慢慢变得成熟了起来 就是历经了沧桑的风波 慢慢地找大了 弥补了哪些遗憾 弥补了挺多的 因为这次其实每一个小点 就是都有在参与 所以就还挺好的 整体的物料重现也引入了 卡罗牌神秘又吸引人的概念 是你自己想呈现的吗 我们一起想的 因为我们做这个专辑的时候 在这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小会 一起完成了 我心中想表达的那种感觉 选择紫色也是因为 比较有神秘感吗 对 紫色代表神秘感 浪漫感 幻想梦幻 之后会有什么特别策划吗 有 我的主打歌 U and My也是编了舞蹈 然后舞蹈也是跟 歌曲是很贴合的 如果真的有欲知未来的超能力 你会去看吗 都不想看 我喜欢未知的 自己去探索的 我不想看未来是什么样 这次三首歌的歌词是米原创 可以给大家推荐 三句你觉得最绝妙的歌词吗 U and My我最喜欢 但是我喜欢的点多 请你不要着急 慢慢来 慢慢来临 我们还有更多多精彩 都还没放进 还有 路上的行人很快 没关系 我们等待 是你让我超过了时间 可以提前倾唱一下吗 请你不要着急 慢慢来 慢慢来临 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 都还没放进 然后是什么 怎么接那个本来说 对 差不多就是这个 听太多了就会忘记 真的 你写一个字写久了 就不会写那一字了 对吧 别的还没说完了 第二首歌最喜欢的 就是那个副歌 就就是很凶的 This is that bear that bear 就很汤汤汤的这种 第三个我觉得整首歌 我都喜欢 我写词就是每一句 我都想让它有情景 所以每一句都很用心 所以每一句都去体会 自己的创作灵感 都是从哪里收集 我觉得是我对爱的一种 脑子里面的一种梦幻 然后还有平时 包括我看剧啊 就是我夜来飞 就是坐在我家的那个 写词的窗边 看着那个车人来人往 看着我小区里面的树叶 黄了又掉 掉了又长 很梦幻的感觉 奇奇怪怪 没有脑袋 在这次创作中 有没有遇见什么瓶景 我写词就是会 每一句都想让它有画面感 所以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有画面感 就卡住了 你可以画画呀 对我画画 包括那个凌乱的笔触 凌乱的笔触 就那个词 就是我通过画画 突然来的灵感 日常生活中 会跟朋友去KTV吗 偶尔去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 大家就是情绪到位了 就自然无处都是KTV 最常唱谁的歌 就是当下最流行的 就比如说刷到什么 其实也没有特地谁的 比如说骑上我心愿的小摩托 如果朋友当面唱你的作品 你会怎么办 朋友当面唱我的歌 我会让他不要唱 因为我害羞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认识到你作为土豆大王的一面 为什么这么热爱土豆 就很简单 土豆好吃 现在有多少种做法了 你数过吗 我现在还没有统计过 但是我觉得 我会开发出无数种的 因为我就是很奇思妙想 最爱的一种土豆的做法是什么 最爱的还是那个炸土豆吧 炸土豆 然后放各种调料 给他办好 不怕长痘痘吗 不怕 你看 有考虑发展土豆副业吗 其实以前当时真的有想过 回去那个春夕路摆个地摊 就卖土豆 我就开个直播在那 炸土豆了 除了土豆 你的最爱事物 TOP3是什么 鱼 什么做法呢 所有做法的鱼 你的最爱的三种吃法呢 火锅鱼 清真鱼 没了 就只有两种 就是都可以吃 但是如果是要让我最爱的话 那就只有两种 我没吃过火锅鱼 你没吃过火锅鱼啊 天哪 为什么会有人没吃过火锅鱼啊 我都想到那个味道了 平时也很喜欢小动物 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最像哪种动物 我觉得我比较像野猫 黑白相间的野猫 如果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变身为一种动物 你会想变成什么 夹猫 想变成 很昂贵的 夹猫 那你想在谁的怀里瞄一下呢 想在你们的怀里瞄一下 青里二世更多人 认识你的一个节点 现在这么多显秀星人出道 会有危机感吗 今年是男生 参加过青里之后和刚出道的时候 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也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 从头到尾都感觉的差不多 更多的是可能就是做事情 更有经验了一些 很多人会认为 爱都是有保质期 你认同吗 要看你这个人怎么想爱的了吧 要看你怎么觉得是爱的呢 如果你觉得爱的就是那种 很年轻的小伙子啊 小姑娘啊 在台上唱唱跳跳的那种 那确实是有保质期的 但如果你觉得爱都是一个 比较远大的一个目标 然后可以让你一起成长 一同前进然后的人 那就没有保质期啊 因为他永远有一颗那种 很向上的心 永远值得你学习 你觉得自己怎么才能成为一个 没有保质期的爱豆呢 我觉得我就是朝着 就是自己那个心态就一直不变 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就是 不是属于那种很有天赋的人 但我就是做 我觉得我的那股劲儿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就在我的身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凡凡也是一个共情感比较强的人 这种共情能力有让你在创作的时候 更容易把握情感吗 是是是 我觉得我的共情能力就是太强了 就从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细节 我都会产发出我自己的情感 共情能力强也会形成敏感的性格 敏感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烦恼 带来了好的又坏的吧 坏的就是太敏感了 就什么都要想一出 但是好的一点就是 让我有这么多情绪 可以就是写进我的歌词里面 给我带来创作的更多灵感 本次也给你写过很多信或者留言 你印象最深的一句是什么 就是妈妈爱你 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最感动就是他们都很懂我 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知道我在用心的准备 然后也没有就是说责怪我 比如说我前两个月都没怎么积极的营业 我觉得我每一天都挺特别的 每一天也都挺平淡的 对未来新的一年有什么期待吗 新的一年就是想就是更沉淀 就更加准备一些自己的作品 就想做一个很有用的人 想成为HIPHOP GIRL 关注SOGO看点 看点新鲜的 大家好我是林凡 我们下次再见